或者是配遇地都经过中央核定 重划计划书及区段征收计划书 当时的财务计划就写得非常清楚 那至于他想要盖的社会住宅 台中市都已经超标 我们也非常尊重都发局的一个规划 所以台中市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假议题 跟我们的重划 跟我们的区段征收是没有直接相关 我们都发觉对于整个社会住宅 都已经达标 谢谢 法规的部分非常明确 全国一致 台中市没有特殊的做法 跟全国都一致 所以说我也希望中央的官员 尤其部长级的高官们多读点书 对不对 没了解而已 以为官大就学问大 哪有那回事 还是必须要依照法